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4年的6月14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除了中共国,西方国家也已经开始进入经济萧条 中共国现在什么样,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不说百业凋零吧 但是大部分行业都在萎靡,却是真的 制造业商业很多都在苦苦挣扎 电商老板都在哭蝶海娘不赚钱 然后很多人失业 每年一千多万的大学毕业生也就30%左右能就业 其余基本失业,或者在考研考工 实际也没有就业 体制内也开始降薪裁员 这两年几乎国内所有人都已经感受到了经济的含义 那么西方发达国家是不是就很好呢 就没有萧条呢 其实西方国家,欧洲不说了 除了德法英,其他国家这些年早已经一年不如一年 只有德法英因为某些高端制造业和金融业还能不错 但因为这两年俄乌战争的开打 有些企业也已经转移走了 再有这些国家因为福利高 所以税收也高 导致很多制造业由于成本问题 根本没法在那生存 也早就没有了 至于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澳洲和加拿大比较例外 属于资源型国家 原本制造业就比较少 靠出售资源也能活得不错 尤其是澳大利亚近些年靠着中国的大机械 正正经经的吃了一大锅红利 铁矿石,焦煤,卖到熟软 美国高端制造业还是仍然保留的 但是提供低端就业岗位的制造业 在奥巴马当政后 极端环保政策的出台 基本已经死光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已经反复强调 有制造业有中产阶层 没有制造业就没有中产阶层 大家已经看到了 随着全球化 产业量向中国 现在又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转移 中产阶层从美国开始 然后亚洲四小龙 现在的中国都在消失 原因就是只有制造业 才能容纳非常多的就业人口 而且也给技术工人 工程师等提供一份不错的工资 然后金融,交通运输,仓储 信息传输,租赁商务等服务业 依托于制造业才能发展起来 这也给大学毕业的白领们 提供一份就业 没有了制造业 西方国家主要靠服务业 但很多服务业虽然提供了就业 但是它是不赚钱的 也是靠政府的补贴过日子的 但为了让人们有个就业的地方 不能整天待在家里 也得提供啊 于是我们看到了政府的发债越来越多 要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个债务一定是要普通居民来还的 再加上疫情期间的政府大笔的给居民补贴 政府就更没钱了 政府的撒钱造成了剧烈的通货膨胀 怎么办?加息 于是各国开始加息 联邦利率到5%左右 商业银行利率到6%以上 于是买了房子 由大笔银行贷款的人成了收割的对象 每月一半甚至超一半的收入都去还房贷 水电每期各种物资 代格上涨 基本都在2%30%甚至40%左右 所以家庭支出急剧增加 但是收入有的有小幅增加 有的还失业了 收入还减少了 这几年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有大量的人口流入 无论是非法的还是合法的移民 为了什么?为了救房地产 因为制造也没有了 资源也卖不出去了 总得有个产业来容纳就业 存量人口很多都买了房 或者买不起 那么就让外来人口过来买房 租房也行 那么投资客继续买房 出租给新来人口 所以这几年澳大利亚 美国加拿大新西兰 房价疯涨 很多人看到房价疯涨 因此拼命省持检用 又去投资房产 非常像2015年之后 涨价趋库存在中国 房地产由于有了流入的大量人口 再加上房价疯涨 于是起来了 带动了一批就业 不止住宅 还有幼儿园 医院 学校等等 都要盖新房 这几年这些国家就用房地产来支撑着经济增长 但是这里有个很大的负面影响 就是虽然经济起来了 但是房贷增加了 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了 支出增加了 因此人们的消费萎靡了 都没钱买了 要知道西方国家 因早就没有了什么制造业 就靠商业服务也来支撑经济呢 现在可好 居民没钱买了 那商业服务也就下滑了 看着倒闭的商铺 那得涉及多少人就业呢 这些人失业在家 或者打打零工 属于半失业 房贷房租怎么办 之前的饮震止渴 引入大量合法非法移民 拯救经济 最主要是房地产 然后这劲一过又萎靡了 比之前还惨 上涨的物价房价房租 仍在侵蚀着普通居民的现金流 很多人都在感叹 这两年日子越来越难 房地产商也有很多停工的 欠着一屁股债的 和2022年左右的中国非常像 就是西方国家用流入的人口 和刺激房地产上涨支撑了两三年 然后也玩完了 跟随着中共国一样步入了萧条 至此全球基本所有的国家 都步入了经济萧条 类似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接下来的戏码肯定是世界大战的发生 只有战争才能摧毁掉 某些国家的制造能力和基建 然后再开始下一轮的经济增长 所以俄乌战争以哈冲突 只是前夕台海战争 能把中美 澳 日韩 台 菲律宾 甚至其他国家都会拖进去 这才是大戏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